在哪儿呢,我们都在哪儿呢,我们都在哪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Pins Japan裡面有好幾樓 然後分成就是有一些小物 藝術品還有磁器什麼 很多日本製造的東西 那當然還是有很多服飾 那服飾我覺得它選了蠻多品牌的 然後每個品牌都掛了幾件 就是它沒有掛很多件 對於日本品牌 不是那麼熟悉的朋友 是可以來看 然後就摸摸這些品牌的新品 可以一次看到很多品牌的一些商品 可以知道他們的風格 但是當然它的定價不會很便宜啦 因為都是蠻厲害的品牌 我剛才想到一些事情蠻重要的 嗯?什麼事? 我覺得我們應該帶一個行李箱出來吧 就把東西裝進去就不會這麼誇張 那你推推車我推行李箱 可是那行李箱很吵 可是就小小的 我們這樣真的很困擾耶 不來開了嗎? 不來開 我剛剛逛完RackTagger 我發現上面的二手大部分都是奢侈品牌的 不然就是很高單價 大部分那間品牌的風格 也不是我喜歡的樣子 上一個 這間我就不是很好跑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逛完伊斯坦美食之后 现在快6点 他说跑来吃饭 对 伊斯坦本馆 然后吃这个猪排 这个是临时起义吃的 他好像跟核心猪排相关 对 吃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同餐有送一个玩具 他有两个糖果 哇 好可爱喔 哇 这个腮红好大喔 他还有不相通欸 我看一下相通 这有什么好享受 这有什么好享受 很谨慎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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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享受 天爹 来到藥喔 不打不撞来的这间 他原来是核心猪排里面 叫高档情侍的餐厅 然后他一个猪排呢 他定价可以到4000多P上下 真的蛮高的 超多站站 虾子站站 然后他可以选四种猪 我们选的录额岛黑猪 然后他有餅排猪 我猪排猪 他会有两种 今天选其中一个皮排猪 可是我没不知道是什么 我猪排猪 因为我不熟 鲁爾島黑豬的鯉雞跟菲力平台 然後這個是鯉雞的 這應該是鯉雞的 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豬肉的肉香很濃厚 又很多汁不甘柴 太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它算是大的比較薄的那一種 然後吃起來也非常的酥脆 很好吃 真的好吃 鲁爾島豬的菲力的部分 剛剛鯉雞的部分還有一點點油花 菲力的部分應該是沒有油花 豬菲力的部分的肉的香氣就更濃 它沒有多餘的腥味 然後它整體又更柔軟 我把握好肉想說加外套 這個也很好吃 厲害 另外一個他們選的品牌豬的 然後是鯉雞的部分 所以下面有些油花 它的肉的香氣也蠻濃的 但是它帶有一絲絲的肉本身 算腥味嗎 可是那個肉有一點點的腥味 我覺得更有那種肉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算是好吃的 應該是說它有點像是 平常在吃的鯉雞豬肉的升級版 但是炸的很不乾淨很多汁 所以也很好吃 雖然它沒有像鯉雞豬已經 它那麼的軟 而且沒有腥味 但是它也已經非常好吃 但這裡面我最喜歡就是 鯉雞豬的肥力骨粉 很軟 然後豬肉香氣非常濃厚 我完全沒腥味 真的很慘 我好像沒有吃過這麼高檔的大豬排 吃的豬排我都覺得很厲害 然後它還有配四個小菜 它那個小菜裡面有一個是這個 哇沙比褲褲 它雖然有哇沙比味蠻重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中間這個是它那個醃製成泡菜 基本上是紫蘇芥菜吧 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不喜歡吃醋 然後最後這個是醃蘿蔔 蘿蔔是粉紅色的 嗯 我不喜歡吃醃蘿蔔 反正我們還有點的 香蕉 炸 炸成鳥 炸鯉很厲害 蘿蔔的鮮味甜味都有油 可是它沒有腥味 感受不足有很多種感覺 再加上我覺得我們怎樣過的 麵皮都是比較薄的那種 混吃起來也不會有一種厚重感 所以吃起來厲害很厲害 對我沒有很喜歡吃醃蘿蔔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硬子的話 味噌湯可以選兩種 一種是辣吧 然後一種是豬肉 這樣 還不錯 味噌味很濃的 豬肉味噌湯 這角獸麵頭 角獸麵頭 看到大家看 打開才是小的 它的殼 第一般的蛤蜊的肉還有小 超小的 對忘了講吧 白飯也好像是米的米香很明顯 然後毅力分明又有點Q 我覺得很好吃喔 總之誤打誤撞 我們進來這間 幸好沒有柴奧零 這間很好吃 好吃讚 推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最後一天晚上才往平川車站的東口走 想說去那邊找別的靠山 這裡有小肥羊耶 好酷喔 最後一天 明天就要搭飛機了 那現在我們來吃最後的宵夜 不是最後的晚餐 好我們先吃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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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做的 洋蔥 花枝 蝦子 保持 它的蝦子跟花枝都很有味道 就是不是那種冷凍很久的感覺 好吧 你知道我以前還加糯米 現在呢 我不喜歡 我知道 我還沒吃到 因為很久了 都忘記了 糯米好好吃喔 嗯 糯米好好吃喔 接著我喝那個Seven出的 不使用糖的咖啡ANTE 所以我們這也沒喝過沒有加糖 它沒有很苦 但是它的咖啡有點泡得太淡 好吃到冰糖 可是至少它不加糖 我覺得就很像外面的 好常賣的咖啡拿鐵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什麼 鮪魚吧 是某一種魚 對 真的是鮭魚欸 鮭魚的肉塊 是生的欸 這個超棒的 欸 真的欸 那蠻好吃的 好 然後下一個 這個是Lawson的茶拿鐵 茶拿鐵加不進去 它的杯子包裝比較漂亮 我覺得有一種木頭的感覺 它有一種很像花香的味道 大吉林嗎 伯爵 我覺得蠻好喝的 幾天以來買到最好 對 這幾天買來最好的超商量 有一個很好喝的是什麼 最近也有喝到一個 有嗎 沒有吧 剛剛在Lawson買的這個 奶酪布丁的東西 剛不是吃了一個豬排飯嗎 一直滿色的下飯糰 我剛剛都吃不下飯糰了 我只想說簡單買的東西就好 然後 抱歉妳說他還要再吃它 說他還餓了 超...超誇張 我不是要罵到我 這好好吃喔 絕對 看起來就好好吃 應該買的 真的好好吃 紅茶的是不是要買下來 對啦 Lawson這個奶酪 奶酪布丁 好好吃喔 大家記得啊 真的可以買一個 稍微偏甜 可是它的奶味很重 我覺得好吃 真的好吃 然後下一個這個是全米茶 全家自我品牌 那天賣茶不好喝 OK 泡得很淡很淡 就跟那天一樣啊 那天賣茶也是很大很淡 OK 那這次的小月開箱完了 跟雅少夫一樣 沒有啦 我們就要趕快開箱了 因為我的相機機卡好像要滿了 而且 我真的要趕快整理行程一點 講一下今天的行程啊 今天開始我們去派東京鐵塔 其實我當初就想說 我們去東京鐵塔 就是要派傳達照大概拍一下 可是東京鐵塔那邊的風其實有一點大 我們不是去鐵塔下方 我們在比較遠 我們就拍完照之後 後來就去麻布吃飯 不然麻布吃飯我們要吃蛋包飯 但是又想說很久沒吃拉麵了 查了一下發現有阿富麗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去吃阿富麗 欸 想不到還剛好有位置 坐進去沒多久 就開始陸陸續續有人來了 所以很幸運的 我們還有位置可以坐 而且最令我意外的是 阿富麗竟然出了 它可以油量增多的部分 這樣吃起來就讓我覺得比較好吃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吃 油膩重口味的拉麵 但是阿富麗都來說一直都很清淡 不過這次吃起來就覺得 嗯 還算不錯了 那接著就是 因為之前我們本來計劃的行程是 麻布吃飯的下一站就是六本目 不願意做那一天 因為它不是維修嗎 很水小的遇到 所以我們那一天先去了六本目 所以今天就去新宿 可是這次去新宿 也沒有多逛什麼 我就是把伊斯丹跟 Second Tree和Red Hat 關完 所以大概就這樣 有買了一個東西 對 之後再開箱給大家看 你們想要夾娃娃 我去逛的時候他們去夾娃娃 然後媽媽夾到 根本就硬要超大 媽媽夾到那一個 夾到那一個 不知道該高興還是哪個 對 真的太大了 真的有點太大 我完全沒想到我會夾到 所以我也沒有錄到夾到的事件 然後你旁邊說 我覺得你夾不到的啦 他也在這樣子唱 只能說是真的很幸運 我就是保夾 不然他 我真的夾他的頭 他完全沒有掉欸 保夾是什麼 保證夾到 就是你可能已經玩了很多次了 他已經覺得 哇 你還好刻意很恐怖 對啊 然後就 給你一定會夾到的機會 這樣我不會講話 欸 你把你整個飯才吃完 那他會吃了吧 剛剛豬排飯也不是吃完嗎 對啊 他昨天他吃完 還吃我娃娃的肉欸 沒有夾完 就是最後我去逛完義士丹嘛 我覺得義士丹面 是可以同時逛很多品牌 但是他的擺放感覺 跟以前一樣就是 稍微混在一起 每個品牌的東西 不會很多啦 最後想說要吃個晚餐 隨便找了一間豬排飯 點餐呢 他發現他的單價 就是可以到4000塊的定食 然後去查了一下 才發現他自己 比較高檔的豬排 定食餐廳這樣 我覺得真的算是 好吃的炸豬排 所以大家去逛義士丹面 可以順便去本館 去吃那一間 炸豬排 讚 這真的蠻貴的 對 可是真的蠻貴 我最後全部 我們這樣吃完 花了一萬 連兩個大人的定食 跟一個小孩子的定食 花了一萬裡面 還有單點炸牡蠣 對 炸牡蠣很強 那二頭餐裡面 裡面有青蛙 對 二頭餐裡面有送玩具 聽起來很恐怖 二頭餐裡面有青蛙 但是我真的覺得 還蠻值得大家可以去吃看看 很特別是他炸豬排的師傅 是在外面炸給你看 他就很像有個吧台 然後會用擋板 就很像壽司師傅 在前面捏給你的那種吧台 他先那個乾粉 可是我覺得油煙味沒有很重啊 我是很好奇說 為什麼那個都沒有油煙味 我有拔下去 上面有一個超大的抽油 原來如此 好啦 今天差不多就這樣了 覺得很累 我覺得很累 因為每天其實都忙得很累 可是不管怎麼樣 都好想繼續玩下去 對 我們要總結一下 這整趟行程 我覺得每天都逛不夠 因為我們 對啦 算四天 對 這樣行程主要目的 其實就是逛街買東西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來日本了 所以想說好好來逛一下 有點像是 發洩一下這三年來 都沒有來日本的心情啊 而且在路上 推著推車 然後聞日本的 很冷很乾的空氣 就是跟台灣完全不一樣的氛圍 真的很爽 可是路上身上其實蠻多遊客 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一些 講中文的遊客 聽起來是很像中國人 就可能後面就真的會捷徑 然後會有更多的人流進來 很希望疫情就是 大家都很平安啦 但是如果疫情有爆發的話 不知道這次是不是 對啊 會不會又變成 下一次來又是不知道幾年後了 還有就是 可以分享一下 帶兩個小孩出來的心得 我們帶兩個小孩 一個是快六歲 一個是兩歲半 其實很多人之前都講過啦 就是快小學 或大班這樣的年紀的小孩 走久一定會覺得無聊 然後會很累很帥 一定要準備兩台推車 沒錯 一定要準備 第二個小孩喜歡的行程 以及讓他做推車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在一起休息 他一定會很累 他不可能第一天 我在上面會有桌子 然後我就可以拿換你 那我怎麼退 拿來的東西 對 那因為我們不想要推兩台推車 我們覺得這樣太難逛了 所以我們準備了 算是家常在我們的推車後面那個 就是他遠長處的配件 他會有一個腳踏車坐墊 所以他就可以坐在上面 我們算是一個折衷的做法 但是那樣的話 大人就會非常難推 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不想推 而且因為是兩個小孩 重量真的超重的 對 兩個小孩加起來很重 所以又變成又重又難推 可是勉強可以推啦 而且他也很厲害 他可以坐在上面睡著 我覺得這超屌的 所以他每天補眉的位置 就是坐在那邊 對 這樣一說我反而很好奇 其他家長是怎麼讓他們補眉 那這樣我真的覺得 兩台推車蠻重要的 因為需要讓他睡覺 超級難推車黏在一起的那個 對 推車就可以買更多東西了 喔 對齁 推車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掛一堆東西 所以我們就不用手提 可是掛推車 你去每個車站 你又要找電梯啊 就變得非常好 那找電梯的梯好玩 所以像是我們換站 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我們整體的交通時間 是花了蠻多的 而且又很倒楣的是 前兩天 團狀線挺穿到新宿這一段 這個方向這一段在維修 我這輛行程 明明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新宿元宿那邊 前兩天就維修了 我真的覺得運氣真的非常好 對對對 還有就是 我覺得我在整套旅程 因為逛街很多 我也拍了很多逛街素材的影片 所以如果還沒有看到的朋友呢 可以看我前面幾部片 我真的覺得 我這次拍的逛街的畫面很多 有很多地人的視角 還有我拍了一些 我看到覺得不錯的衣服 那有一些我有試穿 那有一些我也只是拍給大家看 就是有一種逛街的氣氛 希望大家也可以趕快去日本玩啦 還有希望我也趕快訂下一次的機票 趕快訂下一次 我至少今天還會再去一次 因為我們街星的 應該是不行 三年前訂的那個 因為疫情所以取消之後 它變成裡面的點數 那點數我們一直留到現在 他說今年幾要用啊 所以我們不得不 可是我本來也想去啦 就今年還會再去一次 就一定還要再去 那是生活的動力 在期待我 之後再去住這個天神啊 兩次很多錢了 要花很多錢 這個寶可夢是我喜歡的 那你有什麼心得嗎 我的心得就是來太少天了 我每天的心得就只有這個 就來很少天 所以就是你東西 你看到就一定得買 不然到時候就會沒有時間買 就會帶著奧迴的 奧迴的心回家 因為你也不能想說 啊還有一天我可以趕快再去買 對啊 每天的行程其實也沒有到很廊 行程都塞得很滿 對 我覺得今天算是比較廊的 就是連逛藥妝什麼的 就是要可以趕快逛 對其實我們連 它即刻的都沒有去 因為還要陪高星期逛 所以它的東西也要納入在一個時間裡面 對啊 所以等於是有三個人的行程啦 他很乖喔 你只要買了他的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會好好坐在椅子上 他開始玩他那些東西還不吵不鬧 不是等他玩完了之後 他就問說他還想要逛別人 然後高宇克他其實也算OK 因為他其實都一直坐在車上 他雖然會說要下來 要穿鞋子 但他缺點就只是 他會想要一直摸亂摸 對他愛亂摸 可是他其實好像坐在那個椅子上 他也是很享受在裡面 好強喔 你看那個桌子 然後那裡有一個 然後小白米圍起來 然後桌子也放在那裡 他跟我們剛剛講的有什麼關係 他說推車啦 他說有些人推車 就是前面有個小托盤 這麼好嗎 這不是很爽嗎 有 日本好像有 是喔 好 那我講一下我的改箱 因為我這次逛了蠻多間Second Street的 我覺得他裡面的風格有點改變 他變成是很多單品 他都會用繩子串起來放到 因為以前我記得只有RankTag才會這樣 這次讓我蠻意外的 至少過了這三年 我之前會去的店已經改變 還有一個這次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的元素其實沒有逛了非常多間店 一方面是因為要顧小孩 然後還有他 我會一個人去逛 還不是你哭擠買太久 不然我就不會一個人去逛 我連Bios都沒吃到 一個小時 真的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半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而已嗎 而且你一個人逛了三個小時 對 我總共只有三個小時 就是你自己逛太慢吧 還怪我 沒有 我這 你自己逛太慢 我覺得我已經逛很快了 你都逛了三個小時 你覺得沒逛什麼 因為一般人逛三個小時就覺得 我三個小時這樣覺得沒有逛什麼了 對啊 是他比較奇怪吧 我再逛 我會不會逛有時間啊 四選 我好像沒有逛到時間 這個元素也算是我精挑戲犬 內心最想逛的時間 不然我會每一名時間的 你只能先挑起來 從其中最想逛 而且我甚至有一些 我都已經先 我甚至去日本的時候 如果我會一直能聽我講話 我還聽 然後覺得那個大人娃娃就很奇怪 我甚至 還有一大堆我都是先網路上看一看 再決定要不要去 但是我有發現很多間店是 網路上寫明貨跟現場是有貨 就像CAPTO啊 還有TOGA啊 他們都是網路上寫 他們都好 可是實體店面還有貨 Beautiful People 喔對 它有Beautiful People也是 所以就是 還是要去實體店面逛一下啦 說不定會有一些意外 說不定會有一些意外 Beautiful People 那一個包包我真的是一直很 很猶豫欸 也不能去玩啦 可是也來不及啦 我今天也有在想 就不知道 隨緣了啦 應該差不多是這樣吧 只有玩三天半 真的太短了 奉勸大家 真的是七天以上在說吧 因為你至少去頭去尾嘛 七天你就五天可以玩 你如果去什麼五天事業跟 一百天就可以了 那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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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那麼多錢 除非是 沒有什麼想法去哪裡玩 那就更團 就只是想要一個很休閒的 可是我們不是 不是啦 因為我們有很多想要去 對對對 我們有很多想要去的地方 如果你有很多想要去的地方 建議七天以上 而且重點是因為 這次三年沒來 所以就更多地方 對 三年沒來好像什麼都是新的一樣 所以時間真的很不夠用 So sad So sad 好啦 那差不多就這樣了 我要趕快 下次再去 下次就帶你去 我要趕快來塞行李 我真的很怕塞不進去 對我真的怕有人塞不去 那是美樂地太大了 因為這次還有蝸牛的東西 對 其實他們衣服我們帶很多 因為為了要給他們穿得好看 對他要從你很 對 好啦 那就這樣了 下次見啦 下次見啦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不要錯過 我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idal 我們可以按下一次看 如果こんな影片 我們會怎麼在一起 我們會進去 什麼事情 我們會 partner